Dial 从这个电路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一般我们常见到的 一个圈桥整流的一个部分 那所谓的一个圈桥整流 我们可以看到 从AC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AC source 我们所看到的 Energy Harbising Source 它的特性属于AC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透过 D1到D4的这四个 Dial去把这一个 AC的一个电源的部分 转换成为一个 DC的一个电源VL 那我们所看到的VL 是上面的 它目前来讲 只是确保它的电压 是一个DC的电压 但是它并不是 我们所要的 regulated的一个电压部分 所以我们必须还要 后面还要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所focus的焦点 是在这四个Dial 如何可以用一个 Active的Dial去取代掉它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一个电路图 就是所谓的一个Active Diode的部分 那所谓的Active Diode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总共会有四颗MOS 那这四颗MOS 包含了MP1、MP2 还有MN1和MN2 那里面的这一个 MP1跟MP2 它是透过 Cross-Couple的一个方式 去控制它 另外呢 MN1跟MN2 它是利用所谓的一个 Active的一个 Control的一个方式 换句话说MN1跟MN2 我希望它能够像一个 二级级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会问到说 那二级级的特性 跟我们做这Active Diode 之间的一个差异是什么 如同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 Dial的两端的跨压 会远大于 当MOS导通的时候的跨压 所以我们用一颗MOS 去取代Dial的 可以得到效能的一个 增进的部分 但是呢 这个MOS取代成为Dial的时候 我们要避免就是呢 它会有逆流 所谓的逆流呢 就是从必要的 把能量的抽回 我们的这个 Input段的部分 那这个逆流的现象呢 也就是后面呢 我们必须要介绍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部分呢 就是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 当我们把这个能量 截取过来以后呢 它是一个 还没有Regulation的一个电压 所以呢 我们要Regulation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的 一些Regulator的一个设计 基本上的Regulator呢 我们常见的就是 Linear Regulator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 线性纹压器的部分 那线性纹压器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介绍 它的基本理论的地方 在这呢 我们要介绍 一般呢 我们所常见到的一个 Linear Regulator的电路 还有呢 这个Linear Regulator里面呢 还需要一个 所谓的一个参考电压 那如同我们前面所见到 这个Energy Hubcy呢 所得到的能量呢 它是很少的 所以呢 我们既然呢 要得到一个参考电压 我们就必须要 确保这个参考电压呢 它本身所耗的能量呢 也是很少的 否则呢 我们所得到的能量呢 光产生一个 参考电压就不足 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确保 我们所设计的一个 Bank Hub电压呢 是一个Low Voltage 那也包含了 Low Power的一个 Bank Hub的一个设计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在这边呢 要介绍一个Bank Hub Reference 的一个Voltage Serial 让所有的人知道就是说呢 这样子一个低功率 低电压的一个设计之下 如何把这些电路呢 建构在链的系统当中 所以我们还会介绍一些 很基本的一些 reference 设计的一个 设计的一些 基本电路 那从这样子一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接下来 我们所要探讨的部分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假如有了这些 链的系统以后 那我们平常呢 所面临到的就是 这些电池产品 它需要Battery Power 那为什么不需要 不希望呢 这些产品呢 是用Battery Power 因为我们知道 电池很占体积 那电池的重量很重 所以呢 假如你带着这些电池产品 出去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笨重 那除了这之外呢 这电池也会有耗尽的一天 所以呢 你会觉得呢 这样子一个电池产品呢 在我们的使用上 是不方便的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 这样子的一个电池产品 除了这之外呢 我们也知道 最简单的也就是 大家呢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看到的 Energy Harvesting 也就是利用 所谓的一个 这个mechanical的方式呢 再加上一个 magnetic的一个方式呢 所产生的一个电 那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 你把手电筒呢 上下的一个晃动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所 这个input的机械能的部分呢 转换成所谓一个电能的地方 那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 Energy Harvesting的一个系统 但是呢 那这样一个系统呢 并没有办法呢 满足人类呢 在电子产品上面 所需要的一个持续性 永久性的一个供电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当中呢 人类呢 是如何呢 从原本的一个 mechanical的一个system呢 转换到我们 所需要的一个能量 所以这样子一个mechanical的一个energy呢 转换成electrical的energy呢 是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呢 所看到的一个常见的一个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链能系统 但是呢 这样子一个链能的系统当中呢 我们知道呢 它只是呢 符合了人类的很基本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energy hot resistance structure 就是呢 把极限的转换过来 那这样子一个转换过来当中呢 其实它没有做到 maximal power的一个checking 也就是说呢 它只是很简单的把能量转过来 但是我们呢 现在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如何把光能 把热能 把风力 转换到我们最佳的一个转换点 所以呢 这样子 就是我们接下来就介绍 链能系统当中 所要介绍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电路呢 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影片当中呢 它需要你人手动的一个方式 它会呢 根据呢 你input的能量呢 里面的一个startup的电路呢 会根据你input的能量呢 去做一个转换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automatic 自动的一个行为 去把我们所需要的能量 从那环境中转换过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说呢 在电池的使用当中呢 对于portable的一个devices 我们知道电池的power是limited 也就是说它是受限的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portable的device 它的那样呢 主要都来自于battery 来自于battery呢 你可以看到battery有几个 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些缺点的部分 第一个reliability不好 第二个呢就是它cost也差 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电池产品 譬如说你植入到人体里面 那或者是你放在动物的身上 你要去做一些动物的生态的一个追踪的部分 你会面临到的就是电池替换不容易 我们不可能呢 对于植入身体里面呢 常常去做手术去换掉它的电池 或者是我们追踪动物的一个生态的过程里面呢 去找到这个动物去换它的电池 所以呢 reliability和这个电池的lifetime呢 是在这些系统当中呢 所面临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缺点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battery size太大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假如你植入人体当中 或者是呢 这些动物生态的一个追踪的一个电池 太大的时候 那对于我们要做这些 对于人的保护 或者是动物的保护来讲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它有相当不便利性的部分 因此呢 我们在现在呢 有很多的IoT的产品当中呢 我们朝向 做self-powering的一个趋势 所谓呢 能够自给自足 那这些IoT的产品呢 因为有energy harvesting 我们可以确保就是说的 这些IoT的产品在未来 它可以利用这些环境的能量 可以持续发挥IoT的一个功效 让所有的物件可以连上网 我们可以对这些物件 做一些控制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energy harvesting 也就是呢 我们这几年当中 所谈到的一个绿能的一个话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energy的能量 散失在环境当中的能量 再一次做recycling 回收到我们所需要的系统当中 那我们更能够做到 所谓的一个绿能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看到呢 为什么呢 人类呢 没有去做这个电池的一个 改善的一个部分 事实上呢 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材料都在演进 所以我们从这张图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面 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 storage capacity在增加 增加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CPU的速度也增加非常的快 再呢 你的memory的size 也增加非常非常快 然后呢 你wireless的传输的速度 也增快了非常多 可是呢 唯一在battery的这个 improvement的趋势上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 它的速度非常非常慢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 fast speed的一个trend 和对应呢 battery energy的density的speed当中 我们看到它们两个之间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 那这么大的差距呢 也就是呢 促使我们在 energy harvesting的系统当中 我们想发展出来 靠着环境的能量 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能量 给我们的电池产品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最简单 最容易看到的 就是Pierro的electrical 所谓的一个Pierro的electrical 我们可以藉由物体的 这个振动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两个平板当中 储存的电荷 当有振动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平板的部分呢 拉开它的距离 当它拉开距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能量 做一个这个 所谓的一个转换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Pierro的electrical 那这样一个energy source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利用 Vibration Pierro的electrical 所以呢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常常会看到 在很多的research上面 它一个shaker就是振动器 它利用振动器呢 让这个Pierro的electrical 这样子的一个材料的部分 产生振动 那振动的过程里面 电荷的一个改变 产生能量的一个改变 我们再把这个能量呢 转换到我们的电子产品 所以从接下来的这一段影片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Pierro Energy的 harvesting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影片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如何呢 从这样子一个振动的能量 转换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电能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介绍的一个 第一个energy source的部分 那第二个energy source呢 大家都知道 有温度差 有温度差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温度差呢 造成它的这个电子的一个流动 那这个电子的流动呢 就可以产生我们的电能的部分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在材料上面呢 就有所谓的一个这个 SERMO的 Electric material的一个 material 那它有一面呢 是接触到比较 温度低的一个部分 另外一面呢 接触到的是温度比较高的一个部分 那它透过这个温度差的部分呢 产生了所谓的一个热电的一个效应的部分 那这样一个热电效应呢 我们的Energy source就是SERMO的Electric 因此我们会把它Modeling成为一个VT 这样子一个SERMO的EV 还有一个它等效的一个Resistor 那从下面这段影片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SERMO的Energy Harvesting的Module 如何呢 把我们所看到的温差转换 成为一个这个电能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常见就是了 假如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 这个SERMO的Energy material 放在一个 很容易产生热的一个 这个物件上面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温度 产生我们所要的一个电能出来 所以在未来的世界当中 也有很多人做研究呢 就是在车子里面呢 利用它引擎所产生的热 那我们把引擎的热 和环境的温度差呢 产生我们汽车里面 所需要的一个电能 那这就是TEG SERMO的Energy generator 我们所想探讨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我们想探讨的部分 就是微风电的地方 那微风电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利用 所谓的一个microwing的一个power 那这样子一个power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 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当中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能量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锋利 转换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能量 再者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透过Wireless Power 因为大家都知道 Wireless存在人的每一个空间当中 所以你在任何的一个环境当中 你都可以收到Wireless Power 那一般来讲它是一个signal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散事在环境当中的一个 RF的一个signal 转换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们在这些通讯的一个物件当中呢 不只是得到讯号 我们也可以得到能量 确保这样子一个通讯 可以在没有提供电池 没有提供电能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以把能量转换出去 那这就是我们未来 大家所希望乐见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IoT的一个世界 它可以在Wireless的一个signal 的把transfer的一个 的communication之下 也可以在Wireless的一个 Power的transfer的一个环境之下 去operate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 从这个影片当中 我们看到它的Energy Source 就是一个Wireless的一个Energy Source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它随着距离的一个变长当中 你可以收到的能量是 大幅的一个减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子实现人的梦想当中呢 事实上还有一段 很长的一个距离 因为我们必须要克服 能量的一个善意的一个问题 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我们希望介绍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从Energy Harvest的系统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能量 在没有Battery的环境之下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取代电池 我们可以把这个善意在 环境当中的一个能量 转换过来 确保我们的电池产品 可以正常的工作 那它带给我们什么呢 方便性 还有呢 永久性的一个能源 以及呢 Green的Power 那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包含了很多的 Energy Harvesting的电路 那这些Energy Harvesting的电路 我们会透过 我们的助教 一一的讲解 这每一个电路的一个特性 那透过助教的一个讲解 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学员知道 每一个电路它的操作的 基本的一个道理 那这些基本的道理呢 未来 在这些Energy Harvesting当中呢 我们如何组合出 我们所需要的 能源转换的一个系统 应用在我们的IoT产品当中